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时间都在高职美工科担任教职 那经过了大概五年左右 我就想如果我继续担任老师 那可能就是谋得了一份固定的工作 以及周而复时的一年一年的 接受一批新的学生 又送走一批旧的学生 那学生的成长好像就变成我们的价值 那大概五年之后 我就毅然决然地把工作辞掉 那辞掉我要干嘛呢 我想要专注地去做研究 切剁这件事情的话 是一般很容易去做的工作 那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切到手指头 那这个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常常会碰到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要求一般初学者来说 一定要戴手套 就算不小心切到的话 它受伤也是比较轻微 不至于产生太大的问题 各种染财我们都必须要用不同温度去染色 那多数都是属于热染 能染的比较少 我如何把古代古人 在还没有使用化学染料之前的天然色彩 给开发或者发掘 复原传统的色彩 因为我觉得传统的色彩 它既环保色质又非常的优美 那因为有这个特色 所以我就要去做田野调查 那从中国西南去做田野调查 做少数民族的调查 因为这个少数民族 他们生活上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还保留比较多传统的生活方式 透过十年的田调 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资料 因此在后来我们回过台湾 来做台湾的植物染色染财的调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比较快速的进入状况 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把台湾色建构得很完整 就是说红层黄绿蓝电子不同的色相 低彩度 中彩度 高彩度 低明度 中明度 高明度 这样子把它盛起来的话 它就可以产生好几千个颜色 到目前为止 觉得最宝贵的心得 一方面是我们复原了古代的色彩 这个古代的色彩 我们以前只是梦想 就是说包括在华人的社会里边 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出版品 现在我们把它出版出来了 那我们大概这些布样 它的配方我们都是对外公布的 那我们很希望未来再学习的人 他们不必跟我们走完全一样的路 他们可以比较快速的进入这个染色的领域 台湾的整体的环境是有在改善 不过就是说这个改善的速度 好像还是稍微嫌慢了一点 那这个当然是有时候跟整个大的政策 社会的发展都有关联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天然染汁 我们讲绿工艺产品 那这些绿工艺产品 大家都觉得是很好 不过就是说他在市面上的销售额度 其实并不太高 那也就是说很多民众 他是知道他的好 可以欣赏他的好 但是等到他很有忠诚的 愿意掏钱去买这些东西 可能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一件作品是天然古运 因为面对的是日月坛的湖光 所以这个天花板 我们就希望说表现一个无材的云朵 我们在染的时候是用手工去抓皱 抓皱了以后去染色 那染了之后它就形成了断断续续 或者是一种破碎的云朵 染大作品的难度主要是经验 那么大的布 那你要给他多少的染料 才会染出刚刚好的这个关系 那所以在染的人来说 他体力上 或者是他的制作的手法上面 都要熟练 要不然的话 染大作品就会有困难 这一组作品称为乌甘沙雷影 它是用乌甘丝 乌甘丝是属于生丝的一种 它在天然染色来说 它的显色性非常好 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个是雷影丝 雷影是人造木浆纤维 它可以把它做得 有一点点咯咯哒哒的 产生质感的变化 在染色方式来说 这一组作品采取的是一种 建成的染法 那在建成来说 我们采取五段建成 所以我们看到色彩 它是非常均匀的 慢慢慢慢慢慢的变化 那我们在这里 都是套上两种不同的颜色 使它在色彩上面 产生一种非常细腻的这种感觉 这一组作品叫欢心系列 欢喜的心 把台湾的植物染色的主要的色调 几乎都用上了 所以各种红橙黄绿蓝电子的色调 我们都有 那这一组作品 是我们的得奖作品 这一段花式的部分 那这段花式我们采取的是 扎染里边的一种角纹的绑法 那绑了这个角纹之后 我们染出来就不会均匀 然后产生一些 有点像水波式的线条 这里边有这种线条 才会整个丝巾在树色 在花色 以至于在这个文样上面 能有所呈现 而不至于整个 就是都是书面